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记忆听众观众介绍新歌 让大家紧贴我们的乐坛之外 也可以了解歌手的动向 今天带来的这首作品 三个字我都懂的 都懂读读 但是黏在一起 为什么呢 叫做幼 唇 掩 幼就是 什么语 幼就是幼 唇就是顺服的唇 顺服的顺 掩是掩饰式的掩 掩发的掩 幼 唇 掩 还有这位歌手 虽然他年纪轻轻 但是大家也叫他哥 是 幼真 究竟有唇尘是为什么呢 事不宜遲 进入音乐五 在乐仔和Fanny身边有 昆哥 昆哥 你好 昆师傅 昆师傅 因为他是空手读的 不是… 很厉害的 不是… 冠冠的 对, 怎么这么厉害 好像你学了几年而已 刚好…大家有个叫… 亲线的比赛 大家不同的地方交流 所以刚好… 虎温而已… 不要这么说 写去 付出了很多努力 唱歌一定是你很喜欢的 因为你出道、你比赛 一直以来 你都… 就算有没有人听也好 你都会拍片 一直在唱你喜欢唱歌 被人聽, 但為何唱唱歌 又會對空手道那麼有興趣呢 那時候歸咎於疫情 太空了 最遂都是疫情 太空了, 起床, 就在這裡做運動 做運動, 就找些東西做一下 寫歌, 吃飯就睡覺 每天都日復一日 不如找些東西, 現在這麼多時間 做一些自己學生做的事 做不到的事情 但又去找Anthony, 就是我師傅 去練習, 開始喜歡這件事 而且又覺得, 學一件事 學日文也好, 空手道也好 小時候學會覺得被媽媽逼 或者為何要學, 為何不可以玩 但現在學, 原來每學會一件事 或者你進步了, 你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是呀… 所以我開始喜歡, 現在才來學習 因為有成績 每一次你得到好的成績 都是自己一個動力 是 我剛才一來問昆哥 你學習語言也好, 日文也好, 現在 學空手道幾年又獲獎 你是不是知休的呢? 你這麼厲害的學員… 是否真的喜歡這件事 就會全心全力去做這件事 我小時候可能對自己沒有什麼目標 因為媽媽好像很隨我成長 是 不逼你, 媽媽 不逼我, 我去中四才知道原來要會考 還要讀書 是呀, 原來要讀書 一直都是覺得, 上學就要跟朋友玩玩 聊聊天 下次可以有合格, 那就OK 那種原來… 不過現在越長, 我真的知道 有些…設定了目標的話 基本上就會很想去達成 就會很專心去做一件事 專心加興趣, 就會成功 就會成功, 但到目前為止 知道你還有你的目標 雖然在親善賽當中 得到不錯的成績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你空手道的階段 是去到什麼階段 是… 是呀, 你是去玩哪一種 跟別人打那種 其實現在是玩那個叫做早手 就是一個點到即止的一個叫做… 切磋 有對手的 有對手的, 就是刺激 男生喜歡… 有些鬥爭 打架 我們不是打架的 我們是體育精神第一的感覺 所以現在就找到這件事 還有… 其實也不是說很厲害的 說真的, 現在還是一個啡帶的階段 今年終於可以… 原來自己都可以拿到一條空手道黑帶 希望… 希望… 就要考試 因為其實… 其實很好學習一個武術 或者…譬如今次空手道 真的由零級… 不是, 由十級 考到上一級, 再去錯斷 覺得人生園其實都是這樣 有一個目標 一級一級, 其實很實在 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 除了學體能上 或者一些技術上 或者心態上 都會有改變 而且學運動要很有意志力 你要保持練習, 是不是? 也是的 因為始終… 你會不明白為何要這麼辛苦 是 但是你不辛苦就進步不了 是 就像唱歌一樣 其實… 其實你不只是看著歌詞 或者聽著音樂唱 你真的要去做音樂訓練 是 其實也很辛苦 而且你感情也要練習 是 唱歌對你來說, 真是沒有難度 你從比賽出來 其實成績… 坦白說 一出來就已經很好 很受歡迎的歌 亦開了紅館演唱會 很多歌手都夢寐以求 或者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才開了第一次紅館 你一出道就已經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所以到現在, 原來已經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的心情, 你的變化是怎樣的? 其實… 又是好像剛才說的 原來要會考那種感覺 但你一出來就考第一了 那怎麼辦? 很幸運 所以我覺得我形容我的人生 是幸運加運氣 你有努力的 對, 一定有努力 加點努力 但大家又看到我的… 可能喜歡我的音樂 看到我的唱歌 其實… 對, 形容幸運 幸運 我想還有, 有時候隨性 你還是會去到那個時候 又覺得應該做那件事 你就會去做那件事 就好像現在的階段一樣 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興趣 亦都做你喜歡做的音樂 就像今天這樣 就是帶來的作品 亦都是跟你自己… 我想最近的生活 跟你這幾年的經歷都有關 你才做到這次 這首作品 剛才在最初都說到 幼、醇、染 我們認識多了很多 就是坤哥的近況 說回幼醇染 就這樣說的歌名 真是不會明白的 要你解釋一下 是不是日本的汗字 是的… 其實很多都很有趣 大家去日本旅行 或者看劇 你看到一些字 其實是懂得讀 是 有些會解釋… 應該就是這樣 例如納入禁止 是… 紅出目注意 我一看到勉強就害怕 勉強 你也懂 大丈夫 是, 其實有一點關連性 日本的汗字是在中國那裡存 但有時候他的解釋不同 是的… 所以想拿一些差別 給大家多一些幻想的空間 不是說這首歌是幼醇染的意思 是解青梅竹馬的意思 如果這首歌叫青梅竹馬 那倒是 會不會是六十年代的歌嗎 是… 所以… 還有這次想做的歌 其實是一個日式的曲風 J-POP J-POP 是… 所以… 既然一個曲風是這樣的 整個印象都是這樣的 M.E. 其實也去了日本拍 不如整個歌 這次一個系列的歌 都是會這樣去做 譬如有純染 下一個就是… 再下一個就是… 這樣會有一個系列 用日文的漢字… 是因為你已經投入了 一個日式的家庭 會不會… 娶了一個日式的日本的太太 日式的家庭 日式的太太 因為我一看你的MV 大家都猜到用日文開場法 我們一直猜 你是不是是太太 不是… 大家不要以為她是太太 太太比較漂亮 太太比較漂亮 當然… 貴一點, 是不是 是嗎? 現在拍廣告 你…青梅竹馬 你提到初戀 現在這麼溫馨的… 你提到初戀太太 會不會覺得不喜歡你… 要很小心, 接著你 對, 要小心 因為其實這個字是… 其實已經想了兩首歌的名字 還有一首這麼青春, 這麼爽快的歌曲 究竟做什麼好呢? 其實我問她… 她日文比我更厲害 我問她有三首字你覺得很漂亮 你又覺得很適合放在這首歌上 她一想就想到這首字給我 是她還給我的 所以不需要有那些… 我今天想寫一首初戀的歌曲 沒有這個尷尬的位置 原來你們是很配合的 沒有文化那些差異 大家的心靈是很接近的 是, 現在可能… 或者她都是比較… 都是傳統的 但是她都… 可能現在日本年輕的一代 都沒有這麼大的文化差異 有了網絡, 或者怎樣怎樣 但是…所以都… 相處都好 工作上她也能幫到我 譬如今次有尊嚴的話 其實有尊嚴就… 就是很…很…很單純 就是…不是說我很掛念初戀 而是原來我們每一個都有初戀 那個很…很單純 那個很清新的愛情 不過那個青梅竹馬 究竟是哪一個呢? 當然每個人都… 我們一會兒會問的 沒錯, 我們下一集回來 Music5又繼續聊這首歌 回到Music5的節目時間 有等了 有鄭瑞芳, 還有… 坤哥 我們經常都不會, 譬如從空手到跆拳 是否每一個打招呼的那個都不同 都是很大聲, 那些… 我想是要回應的 要回應師傅 很多時候, 譬如我日本也有去練習 都是… 對, 就是… 你夠大聲才有禮貌, 是不是? 大聲不代表我… 但是就有那種… 氣勢… 氣勢和精神 還有是不是要鞠躬? 理論上要鞠躬? 對, 其實… 所以剛才說升級之外 其實禮儀也很重要 禮儀重要, 是… 你也要去鞠躬, 出道場之前 去廁所, 你也要鞠躬 所以也會訓練到大家的… 無德… 是… 我們經常以為打功夫很粗魯 其實是要學這個無德才行 好, 但我也要有一點… 在做醜人的講解 你已經鞠躬了, 所以可以問了 對, 剛才她說 我們不要多說青梅竹馬, 不行 因為你的鞠躬叫青梅竹馬 沒錯, 又純艷 那就要說回你初戀的經歷 是 還記得嗎?不要假裝忘記 不會忘記的 現在有聯絡嗎? 沒有了… 當時幾歲? 當時十五…十六左右 中三、四 真的令你開心 真的開始過, 還是你暗戀? 有開始過… 但…不過也有暗戀的對象 也有初戀的對象 初戀…就是Puppy Love 大家就不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說真的 但也印象深刻的一段… 錯遺憶 一段回憶 我記得… 還有單戀就很有趣 有時候小時候, 還沒拍拖之前 有個中學的時候 有個女生經常坐在長椅上 不知, 永遠都是這樣坐在那裡 然後伸直直腳, 不知道… 等你過來表白 好像坐在那裡 但就被她吸引到了 這個女生一直留意了一段時間 就是最記得的一個單戀 你終於沒有表白 你只看到她… 單戀而已 有氣質地坐在那裡 她不是經常擺姿勢 等別人吸引人嗎 不知道… 我小時候沒想那麼多 純粹想… 女神 女神 但當時沒有女神 給你一次機會 你會不會… 跟脈應該打個招呼 沒有勇氣 當時沒有勇氣 當時出生了一個… 那些肥仔… 因為當時比較肥 對, 當時真的會背著大書包 順心不足 拿著袋子 然後去廁所 會讓中學的前輩… 小孩子… 欺負你… 撞一撞 對… 可否說一下你真正初戀 第一次最難忘的拍拖是怎樣 最難忘的那一刻是… 大家去倒數 當時還在一起, 倒數 大家就想到去哪裡 去什麼地方浪漫 不如去沙灘倒數吧 對, 也有很多人 那時候好像… 大家會去燒夜吃多 但我們真的純粹去了沙灘 由八點鐘沒有工作 等到十二點鐘 我倒數了 倒數了 倒數了, 我走了 那時候是很…沒什麼所謂 那時候… 幸好愛 對, 你們不能上網 不能一起看影片 大家就這樣坐在沙灘 就這樣看著沙灘 這件事挺… 很浪漫的 大家有沒有要求吃什麼大餐 或者做什麼 最有的就是時間 對, 就是共享的時間 那時候這次唱這首有純艷的時候 有沒有要回憶自己當年的事 去唱這首歌 還有這次唱這個比較J-POP風格的 對比起之前那些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呢 這個唱法來 會一定要有 或者… 譬如唱每一首歌都是 要拿自己的一部分 然後再去創作一些情節出來 讓自己去投入多一點 因為這首比較日式 還有… 你要想… 要快一點 對, 你要想著自己是… 在真的看著一些動漫的其中一個人物 還有有沒有拿回自己十五、六歲的樣子出來 我唱不到這樣唱 對 要玩上一個比較帥氣的字 好… 接著就… 去… 去投入一個感情 唱的方面 因為其實… 你說其實是不是真的 那個編曲會影響到很多呢 都會的 但其實比較… 因為他做的時候那個展示是用日文字 已經… 很有心了 這次做展示的他們 已經齊了這些編曲 其實… 因為日文的… 日本歌普遍上的melody 都現在會比較密 很急 是的… 所以就… 放在廣東歌裡面 就要跟我們監製高佬去… 去想 怎樣可以唱到… 不要那麼… 就是我們唱廣東歌就很自正康的 是的 但你當自正康完之後 你就沒有了那種… 那個味道 連密性在那裡 是的… 所以就… 要拿捏到那個… 你不要太… 硬正 但又有那種… 日文那種的… 很滑 對,那種鬆 所以就… 都有點難 你會不會用日文的腔 但是唱廣東話 你經常聽的 因為你太太應該在說這些廣東話 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 我…都學到的 是… 我是… 日本人… 不是為了這個鄉音嗎 是… 就是用他們的五十音去聽 是… 尤其是現在… 因為說了語言 就是看很多其他… 就是那些劇… 原來… 就是… 不同地方… 雖然你在看字幕 但你看得多 原來他們那些語氣 或者他們用的詞 其實有挺有趣的 我們中國地大蜜博 這麼多個鄉下 只是說普通話 也有不同的鄉音 對,有時候現在去內地拍劇多 都覺得… 聽了這邊是北方人 這邊是南方人 很多不同的…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北方人說話 又會可能… 轉得很厲害 為什麼南方人說話 怎麼好像我們… 就是香港那樣沉 不過你的語言天分 真的很高 普通話由得… 日文現在有多少級 即是你現在… 正是對答是很… 很輕鬆的,是嗎 如果做生意的那些 就不太行 就是要再好一點 對,純粹做朋友 跟老婆的那些就行了 是嗎? 你經常差你老婆是什麼 用日文說一次 可愛的 可愛呢… 可愛是最… 為什麼不說Kilei呢? 不同的 Kilei就比較硬 就是那個表達 可愛呢… Kilei是為什麼 我認識了幾句而已 都是漂亮的 可愛… 還有一句很厲害的 什麼Skooi 是不是? Skooi… 厲害… 厲害… 這個也可以經常使用 對,經常使用 來到我們的訪問美星 待會我們會在電台部份 就聽到竹本的優純染 記得要去到社交平台 和在網上的頻道 可以看今次的MV 很漂亮 因為今次特別取景是在一個… 四國… 四國… 地方拍攝的地方 有很多美景在裡面 聽歌之外 亦都支持昆君的MV 好,期待下次有另一首 日文漢字 又教我們說日文的作品 可以 再上來了 謝謝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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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Cottrell- 唯有 摸lardan 內心不ены 相在 要 在 mother 就是 recommend 是你的暖流 擦身 期望与梦成怀未够 浪起浪还推 但你的慈爱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满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自要選一條問題 A信封和B信封各有一條問題 之後他們要在15秒內 說出最多和題目相關的詞語 誰說得多點就為之是勝出 而勝出的朋友就可以得到 超時現金禮犬 稍後回來考考你們 大家好, 我是香港暖流團隊的黃好婷 平時你們打來172.312的時候 就是由我去聽你們的電話 剛才我扮演了兩個歌手 是不是一點都不像呢? 不要緊, 只要你打得通172.312 我們的主持人會幫你播放 原裝正版的歌曲 記得留意香港電台第五台 同星期一至五 早上10點鐘的香港連流 等你們打給我 在電話旁邊, 首先有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 早安 A信封, B信封, 你想選哪個? A, 我選A A, 右手邊這個 好, 聽清楚問題了 問題就是請在15秒內 說出最多甜品的名稱 預備, 3, 2, 1 是, 綠豆沙, 紅豆沙 西米露, 芒果露 榴槤, 榴槤露 還有… 番薯糖水 好, 時間多謝陳先生 榴槤露比較少聽一點 而且陳先生似乎都喜歡吃中式糖水多一點 還有秀露, 也在電話旁邊 秀露, 你好 你好 你好, 只剩下B信封 聽清楚問題了 是 是, 請在15秒內 說出最多中式竹品的名稱 預備, 3, 2, 1 挺仔粥, 牛肉粥, 豬紅粥 皮蛋獸肉粥 玩魚粥 及底粥 還有白粥 還有這個… 好, 時間到了 稍後回來公佈哪個勝出 Vincent, 你可否在5秒內 說到三套近期的香港改編電影 或電視劇 我想想, 九龍城寨 時間到了 九龍城寨, 似乎你不太認識影視作品 我也是一字三分記不起 但我知道今年書展的主題是影視文學 讓它惡保客再考回來 又可以 今年的書展由7月17日到23日 一連七天在會展舉行 帶大家從香港閱讀世界 漫遊光影文字間 會重點推介影視相關的 文學作品和書籍 包括文學改編影視作品 劇本、電影文化 和影評作品等 人令讀者細味影視作品 和文學創作之間獨特的關係 對, 今年六位年度推介作家 他們很多作品 都和影視作品有關連 六位年度推介作家 分別是著名創作人李敏 片劇杜國威, 陳允文 填詞L導演兼編劇黃以臨 環外原著作者蔣曉薇 以及香港資深影評人羅卡 到時候就可以看到他們的著作 劇本首稿、獎項和電影道具 今年書展還特設焦點導演戰區 集合了黃家衛、徐克、徐安華、關錦鵬 還有這兩年的話題之作 正義回朗的何卓天 和年少日記的卓奕謙 這六位導演的精選作品 我知道何卓天和卓奕謙還會有講座 另一個很多戲迷可能有興趣的 年度主題講座 就是近期大熱的 九龍城寨原著作者茹怡 另外, 今年也邀請到多位重量級作家 包括電視劇《繁花》的作者金與晴 中國先鋒小說領軍人物蘇彤等等 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上網登記 不想只看的話 還可以試試自己創作 今年書展就特設AI人工智能互動裝置 可以生成有多部經典作品 包括花樣年華、無間道、功夫 銀翼殺手和千與千尋等 所造成的新畫面 成為你想要的作品 說了這麼多香港主題活動 怎麼可以留下介紹世界各地的文化展覽呢 在《世界文化藝術浪》 就可以看到來自法國、西班牙 阿根廷等地的作品 而親身來到香港分享的作家 就包括探討建築 和城市歷史文化關係的英國學者 Christopher Cowell 入圍女性小說獎 等多個獎項的韓國作家 Mirane Lee等等 無論你是書迷還是影迷 今年的書展一定滿足你 《世界文化藝術》 摩登多個獎項的源 從九段的риз return 已經變得 Robot 畫面了 最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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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暖流 香港暖流, 繼續有Music5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辣的呢 我很喜歡的, 不過只可以少少少辣 接下來我們訪問的嘉賓 他最近有一個叫小辣椒的稱號 不知道他是喜歡吃辣 還是本來他自己很火辣 我們馬上進入Music5 你好… 吃辣椒 我又喜歡吃辣, 人也很火辣 這個介紹真的很辣 我介紹, 我是鄭瑞芬, Fanny 我很喜歡辣, 但我不能吃辣 我帶你一起吃 你吃不吃辣? 真的 我吃得很辣, 但我覺得我現在退化了 我以前那麼厲害 會不會吃得那麼辣? 其實你適當的吃一點辣 是幫你開口的 一點點 對, 適當的 一人而定, 不過我也要正式介紹 就是谷雅薇, 美美 現在有很多的稱號, 小辣椒 是 谷校長 我們以前經常叫美美 是 很多喜事, 學校也很生意 參加歌唱比賽做導師 又可以帶了一個冠軍出來 最近有新歌 一改形象, 好像J-Rock 這麼開心 自己的心情如何?最近 真的挺開心的 因為其實唱這首歌 也在接著去年 有一個人性四部曲的奇蹟 騙人 對, 騙人是說假的 而這首《我管你》是說真的 是, 真我 對, 我們說人性就是真、假、善、惡 現在出了一部假 現在…不是, 之前出了一個假 現在出了一個真的 是 接下來還有善和惡 四部曲 對 這個真, 我看你的音樂 就說 我管你 是 這個名字很霸氣 是不是有點霸氣? 對, 如果以前的微微 就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以前的形象 不知道是不是公私還是… 唱很多那些… 慘情歌… 那個形象 很斯文 對, 很可憐 小妹妹要被人疼愛 那個敗氣是否才是微微 你的真性情呢? 其實我的真性情 真的比較放鬆 我沒有這樣… 我會有什麼說什麼 不懂得修飾自己 以前到現在, 出道到現在也是這樣 但以前修了一點點 現在就不修了 就全放出來了 現在是做真, 完全做真自我 是不是很開心? 是, 開心, 當然開心 你可以做自己最開心的事 但有沒有人會按一按你 多了…不要這樣, 影響形象 會的, 有朋友會的 他說你可否有些形象? 你怎樣都是一個偶像派 我說我不要 我說我是偶像派, 你不要嚇死我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做什麼表情管理 我一笑就放開懷大笑 就是不管文字 對, 我不管 因為如果你真的做偶像派 你要真的所有事情 真的要表情管理 所有事情做得非常好 我真的完全沒有理過 我的粉絲也有說 我們喜歡你都喜歡你, 恨你 就是你笑要開心笑 你哭要真的哭那種 對, 而且現在也不需要太假 我也覺得是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媒體 都是想聽你說真的那句 是 看見真實的我的偶像是怎樣 如果你太裝作, 太造作 反而是怎麼這麼假的 對, 我也覺得 我看到你跟古卓文一起唱那隻Bad Boy 唱完之後你跳上去抱著他 對 很有趣 那個是沒有設計 還是你真的 當時太興奮跳上去抱著他 沒有設計 其實我們跳不止一次 你抱著他, 整天抱著他 第一次是因為… 因為當時我騙了他 我說我沒空 當時導師合作賽 是, 要練習的 我們本身說選人合作 對, 然後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說我來不了 我說可能你又跟其他人合作 然後他有點失望 直到那一晚他們結束後 我去了TVB 躲在後面 我沒有告訴他我是那獨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設計呢 因為我不想讓他覺得 變成理所當然 就是要他有一點難度得到你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本來那天有邀請我 他本來每一次比賽 我教完他 然後他表演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他也邀請我 叫你來吧, 你坐在下面 我會…我的心會比較穩定 對, 然後我每次都拒絕他 說我沒有空 但每次都會在這裡? 沒有, 沒有在這裡 對, 我前面基本上都不是在那裡 就是最後, 要導師合作賽 沒有最後的第二回合 是 這回合完之後, 就總決賽了 就是這回合作賽, 我去了 然後我坐在下面看 因為他說 我這首歌, 我很有信心 我教完它之後 那時候的唱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他就說, 你來吧 好, 因為那一晚我本身就要去 然後我就說, 好, 我為了你 我來看看你 只不過看過一場而已 是 到後來要宣布… 他們結束之後, 宣布導師合作賽 有很多藝人、歌手在後台 然後我跟導演組說 不要宣布我第一個, 我們比較厚 然後逐個宣布 Angela跟誰 Rita老師跟誰, 然後到我 然後我就… 我一走出去 不好意思, 我不會選你 我選了其他人 然後… 你怎麼這麼玩 對, 然後他就… 我看到他那一刻 然後我說, 嗯… 再回頭, 找著他 是 然後他就很激動 我沒有做好準備 他一把就抱起了我 好像… 對 這麼大而已 對 用不著一手單臂都可以 對, 然後我整個東西 好像袋鼠吊在他身上 是, 這個是第一次 你是不是要讓他失而復得的感覺 我覺得… 不是, 主要是想玩一下他 你看看… 你很調皮 看看, 如果我不是 我不幫他, 看看他會怎樣 是… 果然, 他就說 你真的要嚇壞我了 我們歡喜是冤架 我看到其實他也很疼你 是的… 其實你們剛才做他的導師 因為你也知道 古卓民已經在樂壇 都有十幾年的經驗 其實也會難教我 你怎麼去順復他 聽你說的呢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成功的人 一定要有他的個人之處 我覺得他有今天的成績 真的關於他本身的修養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譬如我在樂壇 他已經十幾年了 是的 但是當我自己… 其實我們兩個追溯起來 大家出道的時間是同一年 他說他是2009年 其實我也是2009年 就是參加台灣那場之外 我不是台灣先, 我先去內地 內地先, 所以再早一點 對, 我去內地出道 對, 再早一點 他要去2009年 他在2009年參加星光大道 我在2009年參加內地快樂女星 然後大家都同一年參加比賽 他是同一年出道 然後我會覺得… 首先第一, 他真的是尊重的 他是尊重的, 他是信任的 他覺得來到我這裡學唱歌 首先第一, 他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是一個… 總之… 我竟然接了這個工作 我一定一定要對這個工作負責任 就好像我第一次 上到這個中二的台上 選學員的時候 我就把自己心裡的說話 沒經過大哥的這樣直接說出來 我一上去, 我說 我們紅組一定要出一個冠軍 我說, 我那一刻 糟了, 郭阿明, 你太囂張了 其實我有個體驗 我覺得你挺…挑戰性的 對, 我真的覺得… 這麼大膽 對, 我說完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糟了, 你真的… 你拿不到, 怎麼辦?很癒 對, 然後我自己默默地說 不要緊, 這是你心裡想說的話 是 你說了出來, 你能做到 是 你能做到, 你就可以了 如果做不到呢 我就死都能做到 所以為什麼… 我為了古暢文… 所以你就全力依附了 我真的不是為了古暢文 其實我為了我們紅組所有學員 我都是頗生頗生的 只不過… 只不過是他… 為什麼我會… 大家都會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偏幫他 其實我不是偏幫他 是因為他自己夠勤力 是 就像我們上課的時間 我們基本上後來… 後來的段, 我們上得很頻密 我們一個星期可能上三、四課 一次上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甚至乎三個小時 是 你看到他那種堅持 你看到他那種努力 你看到他為夢想那種… 那種質著 是 我就好像一塊鏡子 對著我自己 這個不是曾經的我 你也是的 是啊 你是很嚴厲的 就是平時看你的樣子… 看見你做導師的樣子 是 很嚴謹 是, 我真的很嚴謹 然後我就幫他開聲 做音樂訓練 基本上也有四十幾分鐘 首先訓練的聲音 是 因為你有強大的聲帶 你才可以應付到這麼大的比賽 因為你要有說話, 有唱, 最後你再唱幾隻歌 你跟他們真的很強的一個訓練 睡覺的時間很少 到最後的時候真的很緊張 又要有很多記者要見 又要有很多活動要出 基本上休息的時間根本就不夠 真的不可以看輕聲音的訓練 沒錯 所以當時你們做老師 其實老師是帶你入門的 修行的是靠自己 真的要靠自己努力 是的 然後我每一次幫他做活動訓練 都起碼四十分鐘以上 然後他自己做了我的訓練之後 他覺得我的聲音大 好像唱得舒服一點 是的, 所有事情… 他自己很信任 他把所有事情都交給我 每一粒字, 每一首歌的處理方法 怎樣處理, 怎樣做 他全部都寫得很清楚 這裡有怎樣處理, 這裡有怎樣處理 而且他很虛心地請教你的意義 是的…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得到這個程式 好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不要說這個冠軍 說你的首歌, 好嗎? 好嗎? 繼續有谷阿薇, 薇薇老師 你好 小辣椒 多虧他不少 大家現在全部都叫過小辣椒 但真的很配合你 而且這首歌會否因為小辣椒 這個形象, 也有點辣辣 這首歌很不錯 其實我當初的概念 四部曲的概念 就是想用四種不同的音樂風格 去表達四種人成的 就是假、真、善、惡 對, 去到真這部曲 對, 我就選了J-Rock 你想表現什麼真的出來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先問你 好 你覺得你聽到這種J-Rock風格 你這個人是否比較容易 完全滾燙 是嗎? 我這樣說 是嗎? 好, 當你滾燙的時候 你做事的時候 會不會有衝勁一點? 會 所以… 有效率的 對, 這個就是真的一部分 就是當我們要做某一件事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衝動 你有衝動, 你才會做得好 但經常會害怕錯 對, 這個就是我覺得… 當我們想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 而沒有這個衝勁的時候 我們當想變成有這個衝勁的時候 就不用管所有其他的眼光 我這首歌說的就是正宗你剛說的那一刻 對, 我們的擔憂先不要想 就像你當時說 我要戴紅隊冠軍 沒錯 說完才知道 有一點點應該要補了 但不要緊 這個衝勁令你真的衝到冠軍出來 是, 這個是目標, 這個是目標 就是所有東西在… 就是沒有辦法 你現在走著, 把自己放在砧板上 你不能下來, 你不能怎樣 所以我唯有…我唯有朝著這個目標 一直一直一直往前走 就像這首歌一樣 其實我管你, 我不是真的想跟大家說 說我不管你, 不是的 其實他飲心的, 深層次的意思是… 我想讓大家知道就是… 都有關於夢想的 我想跟大家說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一定都有夢想 只不過你敢不敢踏出這一步 夢想是有衝勁的 是 我們一定… 要火燙的 沒錯 熱情的 好像很簡單 譬如我是一個追夢人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可能有十幾個好朋友 我問了, 可能有…全部都問了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說… 你懶惰 對, 你不要搞, 你浪費氣 你真的沒有浪費時間 用你的賺錢好過 但可能是真面子, 那怎麼辦呢 我又覺得其實夢想只有一遍 如果你真的…你為了自己 真的喜歡的東西 你都不敢走前 是 其實你…我覺得沒什麼比後悔 更令自己難過 當你到了一定年紀 你就回頭看自己的時候 原來我年輕的時候 沒試過 為什麼我什麼都不敢試 因為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我們試有0.001機會 你不試什麼機會都說 就是0 對, 我覺得錯了錯著 我覺得每一步的行測答錯 都會成就你的前面 成功的路的其中一部分 除非你那種答錯 不是錯得很離譜 是 你只要不是錯得很離譜 遵送自己的內心 然後沒有做犯法的東西 我覺得所有東西是可以去追 其實有些東西是沒有對錯的 不過作為父母 我不知道你父母會不會呢 就是怕你錯 怕你行測答錯 所以保護你 你是一個什麼環境長大 還是爸爸媽媽讓你放任你去飛 其實也不是 我是靠自己爭取的 說真的, 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 如果我作為父母 如果我作為一個媽媽來說 我會覺得所有事情, 小朋友 我會跟你說 我自己經歷過的 我媽媽會跟我說 不要走, 你再走下去就會跌 我會跌, 但我一定會走 因為小朋友一定是這樣的 我自己是小朋友一直走過來 我如果不會走這個 我不會跌一次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痛 我跌了, 我知道有多痛 下一次媽媽跟我說 你乖, 別走, 這裡會痛 因為我跌過了 我一定會… 媽媽, 我知道了, 我不會走 你是那種要自己親身經歷的 你跟書教是沒用的 我經歷過了, 我就怪了 你千萬別說, 我說不行 對, 嘗試過 除非有一些… 我覺得道德這方面 是有靠自己讀書也好 什麼也好, 自己去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可以說 我做一些犯法的事 我都要試一下, 我殺人 這些是不行的 那也不行 是不行的, 是… 我們要做一些正確的… 譬如我想追夢, 我想… 譬如, 很簡單 我要去做運動員 是 我要去做音樂人 我要去做一些其他 關於這些夢想上 總之是有理想、有泡泡芙的東西 你不要管我有沒有天分 你也不要管我有沒有這個姿勢 或者我可不可以成功 你讓我去試 其實是自己知道的 是 心目有數的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的夢想是做一個歌手 為什麼你不去快點 去訓練自己的版本? 是 你練習不只是做夢 坐在這裡說, 沒用的 沒錯, 坐在這裡說真的沒用 你真的有付出行動 譬如, 我想做歌手 我想參加比賽 參加唱歌比賽 不是說到了唱歌比賽 這一刻你才去練 沒用的 你真的要長時間去 譬如, 明年有個比賽 我可能五年前 我就已經跟自己說 我要參加比賽 我不管你明年也有 後年也有, 大後年也有 總之我現在做的事 就是為了我以後要做的事 你很有目標 你當歌手 是不是小時候已經是 我要當歌手 我小時候不明白 不知道歌手是什麼 我在大學開始 原來我都挺喜歡在台上唱歌 我挺喜歡下面有幫人圍著 你看著唱 他喜歡這種感覺 沒錯 然後我就參加比賽 我參加比賽之後 我發現原來參加比賽是一個途徑 然後可以令你積累的經驗 然後之後可能被一些唱片公司 看到你, 簽你 然後幫你做自己的歌 整天整條路是要慢慢地走的 而且你這首歌很認出你現在的心態 因為我管你, 你說過什麼 其實我不是很介意別人怎麼說 是的 我做回自己, 追求自己的夢想 是不是你也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是的, 其實我也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因為夢想是不等人的 沒有做令自己後悔的事情 因為後悔其實是不能補救的 是真的完全不能補救的 時間是這樣過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走在當下呢 我們享受當下每一個時刻 我這次想做歌手, 我就做 我如果發覺我真的花了時間 譬如兩年, 三年, 四年 我真的進不了行業, 我真的做不到 那就打工了 對, 那就再放棄 譬如你工作這件事 如果不是一個… 譬如你本身是一個… 那份工作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將自己 硬撕死在裡面 還有我們經常說要生活… 其實生活不是用多錢的 我們生存得就可以了 是的 如果讓你問小辣椒 你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你立刻要全力以赴 你立刻會怎樣去做 我現在其實一直以來的目標下 對於我自己歌手夢想的目標 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 多唱一些更好的歌 更多人知道我歌歷 會不會是紅館演唱會 這是真的夢想 是的… 可以開到紅館一秒鐘買光的那種… 還要一秒鐘買光, 又放下這個狠話 沒錯, 譬如開到紅館 然後一秒鐘或十秒鐘買光的那種感覺 這是我一直以來要堅持的目標 還有一個目標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做了這個目標之後 我覺得我還有一個目標 為什麼我要開學校、開音樂學校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力的成就 不是你站得多高 是 是當你站得高的時候 你可以幫到多少人 要承傳下去 沒錯… 這就是我的目標 好, 我希望你的目標 兩個目標都盡快達成, 好嗎? 好 謝謝你小辣椒 謝謝 我們已經變成這樣了 還有香港亂流的電台直播